在网上看到了这个草莓和巧克力的做法 忍不住自己也想动手试一试 切到底部把草莓对半切开 模具内铺上油纸 让草莓紧紧的贴住 每颗草莓都按一下 以免等一下漂浮起来 两颗蛋黄 30颗白糖 如果你用的是带牛奶的巧克力就可以不用加 热水加热 加入100颗淡奶油 200颗牛奶 搅拌均匀 再加入4百颗黑桥 这里注意温度不要过高 要不容易出现油水分离的现象 等待巧克力片的浓郁丝滑 把它倒入模具中 记得要完全没过草莓 稍微站一站站出里面的空气 放进温箱轮盘4小时 我特别喜欢撕开油纸的这一瞬间 这也太好看了吧 用刀切的时候特别致雨 能听到沙沙的声音 撒上可可粉 香浓丝滑的巧克力包裹着草莓 或是真没想到巧克力和草莓会这么大 快 走给你爱的人吃吧